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又是一段網絡的影片 網絡上就封傳了一段兜除窩面的打人片 看到有兩個分別穿藍色衣服和黑色衣服的男子在街頭口角 其中藍色衣服的老漢就說 你別以為可以阻止我 黑色衣服的男人就說那怎麼辦 之後男三漢就隨即一拳打烏除窩的黑色衣服的面部 對方幾乎垂直地跌倒後腦穿地毫無反應 之後男三的屍襲友就繼續爆粗 你老母好大力 吃屎吧你 其後就一袖清風就離去了 原來現場還有市民圍觀見到的 我說哇 那有女士馬上渴著那個藍衣服 喂你不要走啊 而亦都有人就很擔心那個黑衣男的傷勢 她躺下了 起不起身啊 而去到 幸好去到片尾的部分 就看到那個黑衣男其實還有知覺的 頭也有動一動 想起起身 根據了解 事發地點就位於屯門鄉市會路外定商場對開 警方就表示 昨晚9點06分就接獲有人報案 就說有個男子就在這個地方拳打另一個男子 那被打的男子就後腦著地 撕襲者逃去 警察接報道場就先找到這個島地的男子 47歲姓梁的 那她的鼻子和後腦受傷 不過幸好都清醒 其後在這個商場的二樓就找回剛才逃去的位姓梁 49歲的男子 她亦都手腳受傷 兩個都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相信兩個男子是因為目光問題而爭執 蛤 又是啤啤啤啤那些 那麼無聊 雙方都曾經動手打人 所以就以公眾地方打架就將兩個拘捕 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原來可能這條片交代不了 原來那個黑衣男都有打過藍衣男的 一齊被人拘捕了 哎呀叔 幾十歲人那麼好火怎麼鬼呀 又要被人打到口腫面腫 又要被人拘捕了 又要被人拘捕了 為甚麼呢 就是為了別人拘捕了甚麼呢 不過可能這些是他們說的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東西啦 跟警察這樣說的啦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我為止 我可以忘記